今天我以为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 passenger car market 很卷 结果 Bigger truck market 也一样卷 除了这个全新的 Trident 即将来马来西亚之外呢 Isuzu 居然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 Facelift 的 D-MAX 带来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这个 Facelift 的 D-MAX 改了什么东西 今天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 D-MAX 这次呢官方把这一款车叫做 Big Miner Change 也就是讲它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变啦 整个前脸跟之前的 D-MAX 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自己觉得之前那个 D-MAX 也很帅 但是这次呢就像它去做了 E-MAX 之后呢 整个车头呢变得比较修期一点点 然后这个日间行车灯加方向灯呢 就像去开的双眼皮一样 所以让它的眼睛更加漂亮 只是如果我自己选择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改款前的设计啦 但是在这个水箱护照的设计部分呢 我有一点很惊讶 就是 Isuzu 把之前他们家族那个老虎牙的设计风格拿掉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啦 因为这个老虎牙设计风格跟 Isuzu 真的跟了很多年了 可是这个小改款上面竟然拿掉那个风格 是有点不明白啦 不过呢我必须讲整个车头 还是好看的 你对这个车头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视觉系的动物啊 我觉得这个车头应该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那么这次 D-MAX 的小改款升级处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双眼镜头 这个双眼镜头就是它的那个 Atas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这个侦测镜头 原厂表示呢它的这个侦测范围呢 扩大到了120度 也就是讲它可以看到更广的东西 然后侦测精准度呢 从原本的120米加长到150米 然后它可以侦测到脚踏车啦 行人甚至是小朋友 刚才他们有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把一个公仔当作小朋友这样子走出来 这个车的 Camera 是真的 Detect 到它 然后会自动刹车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性价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这个 倒车盲点侦测的自动紧急刹车 一般上自动紧急刹车就是前面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它的后面也是会 Auto Brake 如果是讲它的这个 Bright Spot Monitor Detect 到后面有车或者有人的话 它会停止你的车 不会让你发生意外 这一个呢 我觉得目前在美来西亚的Pica Truck里面呢 它的功能算是数一数二了啦 我刚才在跟伊苏住的人员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讲小改款前的 D-MAX 就是这个传统的日本帅哥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去做了医美的韩国 Oppa 这个眼睛全部都是 LED 而且非常的精致 我其实蛮开心 伊苏住在可以做出这样的改变 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小改款前的车型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个人的审美观 不管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外观设计都是要给赞的 然后呢 因为它是这个顶级的 Astradion 的版本车型 所以它配来的轮圈是18寸 而且是这个亚黑色的设计 整体的外观设计 在目前的马来西亚的Pica Truck市场 其实还真的是蛮好看的 除了车头的头灯组有改变之外 车尾的尾灯组也有改变 变成了这个龙铃形状的3D LED尾灯 晚上点亮的时候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后抖呢 打开的时候 它有一个缓冲的设计 就是不会直接 PAM 下来 如果是VLEN 在的话 我就叫他 示范一下那个 PAM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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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 你二指就少了一个头 PAM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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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啊 对不对 那么有了这个 PAM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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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我 虽然这几年以苏苏一次打这个Lysol Market 可是这两车其实是一辆非常不错的Walk Horse 也就是讲这个工作用的车辆 因此呢 它这个承重是非常的高的 你看我直接跳上去 它是可以承受我的重量 或者是一些货物的重量 然后整个后头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极具的PICCAD TRUCK 里面呢 标准的尺寸 你可以放货 你可以放其他东西 不过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要载货的话 这个辆车必须是商业注册 私人注册的话 我记得是不能载货的啦 然后呢 它的后头这边也有这一个勾勾 这个就是给你穿绳子绑着里面的东西 这个后头的设计呢 还是蛮贴心一下的啦 然后这个Isuzu D-MAX 其实它是有这个SPAIR DIAR的 不过它的SPAIR DIAR是安置在下方 也就是后头的下方啦 所以你要拆卸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那么这次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排气量还是1.9L 跟3.0L 不过呢 它们有重点表示 这次引擎的排放法规 从原本的EUROPE 2N升级到了EUROPE 4 不过目前马来西亚大部分材油都是EUROPE 5 所以这个不是重点 那么在它的引擎数据方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在1.9L 的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50PS 峰值纽率表现350Nm 然后这个3.0L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90PS 峰值纽率表现450Nm 然后匹配的是这一个6速的自排变速箱 当然作为Pickup Trunk呢 它有这个Defensure Lock 然后它也有这个2H 4H跟4L的切换 可以应对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路况来进行这一个动态调整 所以这个DMAX呢 它的这个越野表现 你还是不需要担心的啦 根据一部分的这个汽车厂商他们做的市场调查呢 现在的人买Pickup Trunk 不只是为了工作或者是载货用途 很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只是为了一般开 因为那些人可能喜欢户外活动啊 喜欢录音等等 所以他们需要一辆有这个载东西的能力 或者是有这个越野能力的车子 所以DMAX的这个S-Trayerun车型呢 其实瞄准的就是这样子的消费者 所以它整个的内装设计呢 我可以讲是目前我看到的这个 马来西亚Pickup Trunk 里面 应该是排名第二好看的 那么第一好看是谁 当然是Ranger 不过这个内装设计 确实让我还蛮惊讶一下的 首先哦它整个中控台上面哦 它是配备了一个很软质的塑胶 而且是Brow Color的 所以加上它的这个方向盘上面 也是这个双色的设计 很有层次感 但是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 然后呢设计师也为了方便 设计了非常多的这个植物格给你啦 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就是讲我的太阳眼镜 我可以直接放在这边 需要的时候 戴上去就可以了 当然传统的这个手套箱也是有的 所以你不用怕它完全没有植物空间 然后在一些便利性的配备上面呢 这一个出屏主机升级到了10寸 除了原本的无线Apple CarPlay之外呢 这一次无线的Android Auto也加入在里面 不过这个系统的顺畅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卡顿啦 下面这个钢琴键的冷气出风口设计好评 只要有尸体按键的我都给好评 而且你听它的声音一下 这个质感还OK 当然在这个仪表的部分呢它也升级了 它有一个7寸的三数位化仪表 不过这个界面呢我觉得还是有待进步啦 不过在目前的Big CarPlay来讲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它的对手真的是只有Ranger一个而已 所以我还是要给它好评的 然后其它的功能的部分呢 这边就有这个All-wheel drive的系统啦 然后还有这个抖拨环境 前面有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有两个USB Type-C 跟一个普通USB 还有一个12V的电源 充电什么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要讲的就是这辆车 因为它很大量 所以原厂一样配备了360度镜头 而且这一次360度镜头 进行的优化它的成像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360镜头 同样的我也要给好评啦 所以这辆车我给了很多个好评 当然在舒适的部分呢 前座的两个座椅这个椅子 真的是很软 你看它的这个发泡棉软到一个程度 所以我坐下去 我刚才从这个KL开车来马六甲 这个椅子我是真的蛮喜欢下 我的身高180一 你看它基本上支撑到我的肩膀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毫无压力 舒适度也有在 除了我该讲到的升级点之外 它还有一个特色功能 就是它增加了7色氛围灯设计 我没有记错的话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Picatruck 很少会有氛围灯的 而且你打开门之后 你看到它的Size Set 上面是有一个迎冰灯 Picatruck因为它本身设计的关系 它的后座空间的舒适度 肯定是不能跟一些SUV相比的 不过呢 椅子柱还是尽量的把它做成比较舒适啦 例如讲这个椅背呢 它是有个凹槽的设计 就是你坐下去它会给你一个包覆性 但是发泡棉没有前面这样舒服 可是我敢讲就是它的这个座椅的设计 这个舒适性呢 会比起其它的Picatruck会好一点 然后我很surprise的是它的这个皮革超软 这个皮革一摸下去就是高质感的皮革 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得出 它们是真的很用心来坐这辆车 然后这边有一个DataLac的勾 最重可以承重4kg 然后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槽 那么这辆车的后座如果是坐短途的话 然后你不要跑太快的话 我相信问题是不大的啦 然后它上面还有扬声器 就是讲你如果是坐在后座的乘客 除了这边有扬声器之外 这边也有扬声器 所以它可以给你一个环绕音场的效果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 它这个2024年的小改款DMAX 讲真的其实刚才我在一般道路行驶的时候 我觉得这辆车的Suspension 相对与其他的PicaTruck 它是相对舒服的 那么这一款车 每次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 都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试驾啦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到马六甲呢 来到个地方可以Off-Road 我们就来试驾它的Off-Road 首先现在我们在沙地下 我现在是用着这个4H的模式 也就是4轮High Speed 基本上它走在这种沙地 也就是飞补装路面问题不大的 然后加上它现在用着这个AT轮胎 也就是Otheran轮胎 所以它基本上 不会有现在这个沙地上的感觉 那么这边的路基本上还好 那么等一下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沙地沙丘上面 我刚才有试了稍微Off-Road一下 我这个沙丘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沙丘的地方 首先这个沙丘一进来 你就可以发现到这个泥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把车停下 然后腿去披挡 然后切换到Fort-Road 这样子这个时候呢 车子其实它在这种挣脱路面的情况下呢 其实是比较有一个帮助的 可以看到从这个画面的摇晃程度 然后你就找到这一个路是多么的难走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试下去爬坡 爬这个沙丘 其实在这种爬坡或者是过这种沙丘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你要维持着那个momentum 你不可以给它慢下来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沙丘是多么的斜了 然后OK我们现在上去 OK轻轻松松上来了 然后下去 这个沙丘真的是好松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往前走 再下另外一个斜坡 下去之后 OK 基本上是轻轻松松的 果然这种硬派的pick up truck哦 它主要的功能还是用来off foot 因为如果是想如果你开这种车去露营的话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卡在泥地或者卡在沙地 再不然你去海边的时候 因为你的轮子其实也会陷在沙里面 一般的farm wheel drive 可能real wheel drive 在一段那种情况下 它可能真的很难出来 这个是我自己有精神经历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会觉得pick up truck 会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再不然就是那种具备越野能力的 这一个pick up truck 例如讲这种J.COO 啊 Lanova 啊 等等等等 OK 现在呢我们是基本上是 找一个平地 我们要爬回去 但是前面的泥土很松软 那么4L可能不够爬上去 那么怎样办 其实这一次呢它还有一个越野模式 就是你打开了这个越野模式之后呢 它会帮你关掉那些ESC等等 来给你一个更好的这个玄机性输出 然后它也会更加智能的去分配这一个 4个轮子的扭矩转向 然后 我这里看到这个叫 模式叫Rotarian R-O-U-G-H-T-E-R-R-A-I-N 我们来试下这个模式来爬这个松软的斜坡 有没有帮助啦 哦 这个坡 踩一点油 OK 轻轻松松就上来了 OK 那么我们就走回刚才那个坡 你可以看到这边泥土是多么的松软 试试看看上不上得到 OK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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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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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上得到 一流 果然哦这个 D-MAX 哦 不管是它现在它的市场定位有变几多 它要打Light Style Market也好 还是还要打这种家庭也好 越野始终是它的强项 呼 这一个感觉是真的超爽 摄影师来拍一下前面那个斜坡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那个斜坡吗 OK 现在 我们就开着这两车上去看一下上不上得到 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挑战性一下 好斜的 OK 现在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 1 2 3 诶 我觉得会上不去 诶 我觉得会上不去 诶 诶 上到哦 上到耶 哈哈哈 我会卡在那边 结果上到耶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Offer 因为这种整幅感是真的是很强 OK啦 那么除了这些越野的测试之外呢 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就确实是一束缚为主 然后跟上一代相比呢 是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 还有一点 这个重点我是一定要讲到的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基本上是同级的Picca Truckman 最安静的那一个啦 所以 我觉得整体来讲 我还是会给它满分十分 如果在这个驾驶跟这个Offer的部分 我会给它8.5分啦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Picca Truck呢 除了Hilux一记绝尘之外呢 Triton Ranger跟D-Max呢 是三国演义 它们斗得非常的激烈 所以这一次的小改款呢 这个D-Max的配备啊 外观其实都升级非常的多 我个人是非常乐于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厂商的竞争得益的才是小费者 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次升级的D-Max呢 你会给积分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简短的试驾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